用粪水浇过的菜还能吃吗? 化肥便宜有方便 为何农民要用脏粪水?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基本全面解决的文保问题 大家关心的不再是能不能吃饱 而是如何吃才更健康 对食品安全越来越注重 对市场上的蔬菜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在保障蔬菜新鲜的同时 有些商家还别出心裁 在蔬菜旁打着粪水蔬菜的名头 但不少人就对此很抗拒 那这脏的粪水浇过的蔬菜 到底能不能吃呢? 在蔬菜生长的过程中 需要借助一些外籽的力量 来补充蔬菜的养分 促进蔬菜的生长 在我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 粪水就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小生活在农村的老一辈人 几乎没有人是没吃过粪水蔬菜的 粪水浇蔬菜是浇在土壤中 而不是直接淋在蔬菜叶上 当粪水浇入土壤之后 经过一系列的发酵和转化 形成了蔬菜可以吸收的养分 而直接浇在蔬菜叶上 不仅不能起到促进生长的作用 还会因为粪水中的有机物未分解 产生过度热量而导致烧苗 因此粪水浇过的蔬菜当然能吃 专家称粪水浇过的菜不能吃 这其中是有误解的 要继续听专家后面的话 他称的是不能吃新鲜粪水浇出来的蔬菜 并不是任何粪水都可以用来浇蔬菜的 未经过发酵的粪水中 还有很多的细菌 虫卵 以及病菌 这些新鲜的粪水浇到菜上 极有可能会将病毒残留在菜叶上 给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当粪水腐术发酵之后 会生成大量的氨水 这些氨水跟土壤中的物质 交换后形成氮离子 这就是对植物有益的复制制 且经过发酵之后 粪水中的有害细菌寄生虫等被杀死 成为能被蔬菜吸收的养分 俗话说 尿浇萝卜 尿浇葱 旁边黄瓜长成蜂 粪水浇出来的蔬菜 长是好 味道香 那又该如何去发酵粪水呢 在农村主要用这两种方法 第一种 附属法 在农田里挖一个坑 撒上草木灰 将粪水堆上厚厚一层 再撒上生驰灰 稻草 接着再铺上粪水 依此类推 铺几层根小山包似的 用稻草覆盖 最后 用泥土密封外围 经过半个月 就可以发酵完成 另一种 则是直接在田间的水泥坑中 加入粪水 和生石灰的混合物 盖上盖子 仅需10天 就可发酵完成 可以看出 发酵粪水 最少都需要10天左右 如此费时麻烦 而现成的化肥 便宜又方便 为什么农民们 却抗拒使用呢 化肥是将一种 或者几种浓缩物 生长所需对营养元素 经过化学 物理的方法 制成了肥料 也被称为 五锡肥料 化肥的养分含量高 肥效快 但事物是有两面性的 基于求成 确实能带来 更高的产量 同时也带来了 很多危害 化肥农药中 携带有较多自然界 人体都难以降解的成分 这些成分 被人体吸收之后 不能及时分解 和排出体外 长期使用 会不断在人的身体里堆积 极有可能会导致 各种病变 而且 使用过多的化肥 会使土壤的肥力下降 久而久之 就很难再种出庄稼了 由此看来 化肥的危害 要比分水的 要大得多 但是并不是说 用化肥浇灌的蔬菜 就是不能吃的 把握好化肥的剂量 不要妄自加大剂量 会使得残留增加 在安全实现内 进行一定量的施肥 是完全可以的 当我们在使用蔬菜 水果等之前 进行反复的清洗 尽量避免吃未清洗过的 可以降低化肥 给身体带来的危害 你们对此怎么看呢